大家好,政治揭露 我錄了一天,7月1日下午2時多 大家好,當然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第一個被捕者 這個被捕者說他可能搞事,被警察查牌 我聽到的消息是他沒有展示港獨旗 不過港獨旗在他背後 即逮捕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你正在展示死了 你被人搜到你藏有的港獨旗 你也是打算做一些分裂國家的言論和行為 就是這樣 第二件事,尹兆堅被捕 尹兆堅是否需要國安法呢? 不是 因為7.1是沒有批准有合法示威的 因為限聚令,因為疫情避免傳染 這是絕對合理的 首先就是這樣 尹兆堅,他拿著咪 如果在一個非法集會裡面 任何咪手 都會有什麼罪? 就是你一拿著咪,即是你在組織這個非法集會 你叫一枝咪去吸引人來罪 明白嗎? 你做咪手 現在那個肯定是非法集會 因為沒有批准 你做咪手,那你組織非法集會 你拒絕交出咪,即是說我勸喻過你 不要組織這個非法集會 你不肯交出 你說誰誰是記者無意思的 無線新聞想誤導我們 無線新聞是YCTVB 真的很喜歡何俊賢 創作得十分好 不是CCTVB 是YCTVB 黃CTVB 尹兆堅的行為 是參加非法集會 甚至非法集結 以及組織非法集會 或者是煽惑 別人參加這些非法集會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煽惑 什麼都好 我不是這麼熟悉 但是你拿咪手就是組織的了 所以警察抓他 不關國安法事 我澄清一下事實 首先大家會發覺 咦 國安法分開四部份 因為我有些時間要探望我爸爸 等等 我不行 這個節目我不會錄太多 不會說 逐條逐條跟你解釋 主要跟你說四部份 四條罪 第一條罪就是分裂國家 罪 分裂國家罪 不管你是否有實質武力與行為 你 只有一些言論 展示一些標語 都已經 是犯法的了 這個是 像泛民說 這個是以嚴立罪 無論你是否行動 或是以嚴立罪 都中 行為與言論 都中的了 就是這樣 你說 哎呀 沒有言論自由 一會兒我和你解釋 基本法 保障的言論自由 是否真的保障你講港獨的言論自由 我當年參選 2016年 毛孟靜就說 哎 我們有言論自由 可以講港獨的言論自由 這個是他解釋的基本法 港獨的解釋的基本法 因為他這樣解釋都是推廣港獨的 你說 我不搞港獨 不過我覺得 香港人有講港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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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是歪理來的 一會兒拆解 所以呢 首先第一條罪 分裂國家罪 是言論與行為都中 你的行為是 走去學校去宣講 向小朋友宣講 港獨信息 你們的老師 你不要去學校 說香港人有講港獨的自由 你一這樣 有個同學 錄下你的錄音 告發你 你就參與分裂國家的行為 來的 因為你教唆別人分裂國家 說相信你那個港獨理念 我希望那些老師 醒覺了 言論又死 你一教人 你教小朋友在學校 教人搞港獨 你說你通識科老師 你都死定了 言論與行為 第二件事 第二條罪叫做 顛覆國家政權 基本上呢 我就不詳細說了 簡單來說 就要有武力的 但什麼為之武力呢 其實我在質疑著 總之你破壞 這個政府機構阻止運作 會不會說那個議員 即是有一堆人 衝了進去立法會 撞爛玻璃 然後進去大肆搗亂 這個就是中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對不對 但沒有這麼嚴重 我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議事堂裡面 倒屎 倒屎也是一個武力來的 你在破壞一些東西 拿一塊糞便倒進去 地上一塊地毯 你以為只是刑事破壞這麼小事嗎 是顛覆國家政權罪來的 我認為 當然啦 這個 等將來 許智峯再試一次 朱海敵再試一次 你再試一次就立法會倒屎了 看看會不會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不是 如果你沒有用到一些 武力 你這麼粗 你文明的地方 你怎麼會在議事堂倒屎呢 你怎麼會用手錘作爆發會的玻璃 闖進去呢 這些就當你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也要使用一些武力的 不是說你和警察喊吵架 就叫做顛覆國家政權罪 還沒去到這樣 首先就是這樣 不要把顛覆國家政權罪說到這麼大 你和警察喊吵架 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和警察喊吵架 還沒去到這樣 香港還有很多的自由 還存在的 你用武力去顛覆國家就死了 是不是 第三條就是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呢 就是你又是製造一些破壞 譬如說你堵塞馬路 破壞公共設施 炸彈啊 開槍啊 開炮啊 總之你 但是恐怖活動呢 是沒有說一定要搞港獨的 總之你無端端霸了一條行人路 堵塞交通呢 有一個政治的目的 有什麼政治目的 我撐民主黨 尹兆堅 因為他叫咪 我站在那裡 我就霸了這條馬路 那尹兆堅當然是煽惑我 是不是 但是我霸馬路會阻塞交通 阻塞交通 現在就是干擾交通運作 這樣就恐怖活動了 他最窄的就是去到這個位 好了 但是你也要有些行動 破壞了一些公共的秩序 破壞了公共設施 秩序就是說 喂 你進去港鐵 你擋住港鐵運作 塞車門 你有一個政治目的 證明到你有政治目的 我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進去地鐵裏面擋車門 這樣就中了 恐怖活動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些破壞秩序 或者是 破壞設施的事情 我很簡化這樣說 跟第四件事情 就是說 他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想勾結外國勢力 可能主要就是 有沒有收錢 很簡化 即是說 喂 倚言入罪的主要是分裂國家的行為 才是倚言入罪的 但是我們要看基本法 我和你看國家安全法 很多人都陪你看 我和你看基本法 嘩 毛孟靜就這麼說 好了 基課27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寫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和參與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要自由 是啊 這些自由全部要在這裡 嘩 現在有國安法就沒有了自由了 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是不是 但是 這個權利建基於什麼呢 建基於基本法第一條 你覺得基本法第一條說得這麼簡單 但是這麼簡單就是後面 基本法另外的157條 基本法總共是159還是158 好像159條 另外那些條文 全部建基於基本法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就是說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存在 它必須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當然是中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特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只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政府下面 其中一個機構而已 但是如果 你說 香港獨立了 那就已經違背了香港第一條 這個基本法第一條 是不是 你違背了基本法第一條 怎麼會有這個基本法 之下保障的言論自由呢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言論自由 如果你搞港獨 你搞港獨就違背了最初 所有的前設就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一違背了這個基本前提 基本法保障你的權利 就會失去的 這是我相信大陸的理解 我不管周家明 水佳麗怎麼解釋 他解釋到言論自由就是 搞港獨也可以 如果他這樣判 我覺得 已經 他已經顛覆國家了 是不是 他已經搞分裂主義了 是不是 因為他認同這些分裂行為 你法庭這樣判就可以DQ你了 國安法 那我不斷說 我已經說了11分鐘了 所以 你不要說 國安法違背基本法 不是 很明顯 在歐洲 都是同一道理 你如果搞納稅主義 就是反對歐洲現行的民主體制 那你真是叛國的了 因為 歐洲 現在歐盟的體制 德國或者其他國家建立 就是以推倒納稅政權為基礎 你說要重建納稅政權 就是要摧毀現在現有的政體 在歐洲任何 你表達你支持 這個納稅主義的行動 的言論 全部都被禁止 立刻會罰錢 或者是被告 各樣東西 沒有一些你宣講納稅主義的自由 你明白嗎 他記得說納稅主義是否很邪惡呢 我覺得 納稅主義只是西方人過去五百年 是殖民行為的一般做法 早前十多年 美國進到伊拉克 一樣是亂殺人 種族滅絕的 納稅黨當然種族滅絕 我們很鄙視 但是過去五百年 所有的白人都是到處亂殺人的 白人去北美 就殺了印第安人 荷蘭人也好 英國人也好 種族滅絕基本上是西方白人經常做的事情 過去五百年 納稅黨和其他白人的政權是沒有分別 甚至納稅黨倒台之後 白人仍然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說是民主人權自由 當你 去用那些美元霸權 壓迫其他國家 令到他們 貧無納稅的時候 那你已經是種族滅絕 和納稅黨做的事情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阿拉伯之春 越講越複雜 阿拉伯之春就是 美國 美元又漲又退 他沒有錢買糧食 那些人就沒得吃 已經餓死 病死 他們就暴動 是嗎 這些根本就是 美國在行使種族滅絕 說什麼人權自由 你們 你們跟納稅黨沒有分別 我不覺得 其實如果我很嚴格去說 文明哪個角度 我會否定 納稅主義 但是我更加要否定過去五百年西方殖民那種殘殺 他們所有的侵略 殘殺 我都要否定 他們一挖起 建基於侵略與殘殺 所以 其實我 簡單說 我會覺得 這條國安法 我覺得很正常 言論自由永遠有限制 你不可能在英國 或者在加拿大 在澳洲 你侮辱英女王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的 永遠 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限制 我知道英國是有法律禁止你侮辱王室的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限制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說 等於歐洲不准說納稅主義 不要說香港沒有自由 好,就這麼多 我會說